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1989年2月 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方立芝 在中国的希望和失望 一文中写道 该年的十一和五四这两个纪念日 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看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至今的统治 只能感到那时的前程被玩弄了 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不知道方立芝知道不知道逢九避乱 这个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 特别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 尾数是九的公元年份 中国总会出现动荡不安的事件 而2019年这种逢九避乱的说法 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得到再一次的印证 特别是在2018年 美中贸易战至今悬而未决 加上中国经济成长明显趋缓 金融及就业危机隐隐纯动 累积的许多社会矛盾 却未得到有效的舒缓之际 2019年会发生些什么 普通民众私下不免 有几分忐忑与茫然 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中国历史 尾数是九的年份 的确大事多 1949年中共建政 国民党被赶到台湾 1959年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推动冒进且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大跃进运动 中国陷入了巨大的经济衰退 更在天灾催化下出现大饥荒 恶服遍地 然而毛泽东却借由同年的庐山会议 整岛上书直沉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 展开激烈的党内斗争 更埋下了文革的种子 同年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的 抗暴事件迅速蔓延 达赖喇嘛逃离西藏 在印度成立流亡政府 其后续影响仍然持续至今 1969年在文革动乱之际 中国与苏联在边界的珍宝岛 爆发武装冲突 让全中国民众在动乱中 还得忙着修筑防御攻势 中共中央更以预防战争为由 借机将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 大量往外地疏散 不久中共召开九大 全面肯定文革路线 全党路线因此 彻底左转 1979年 中共虽然展开改革开放 但对越战争爆发 参加这场战役的部分共军老兵 因为受到妥善安置 近40年后的今日 成为中国境内陈情上访的主要群体之一 1989年 中国大学生掀起自由思潮 更形成学生运动 北京当局在6月4日凌晨悍然出动军队镇压 学习天安门广场 造成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 使境内再也未能出现有组织的民主运动 至于中共政权不但形象一落千丈 更遭到西方国家联合制裁 1999年 美国轰炸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投下炸弹 造成三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不但让美中关系陷入建交20年来的最低潮 中国国内更在官方的默许之下 爆发六四事件以来最大规模 以反美为诉求的群众运动 同年 中共开始强力取缔人数众多的法轮功 造成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急转之下 2009年 由于广东韶国安出现汉族维吾尔族工人斗殴事件 进而导致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维族巨重示威 汉族巨重反制的七五事件 引发严重动乱 事件虽在军警强力进入下逐渐平息 但却成为近十年来新疆动乱的根源之一 今年2019年 虽然适逢中共建政70周年 但也正是西藏抗暴事件60周年 六四事件30周年 七五事件10周年 在逢时庆祝求稳至上的原则下 中国内部的维稳压力势必沉重 目前中国现实上潜藏的危机 压力可能高于上述历史事件的效应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经济指标都出现下滑趋势 隐藏多时的金融危机逐渐浮现 加上内部的就业形势欠佳 以及外部的美中贸易战催化 西方国家围堵等因素 都对2019年的中国形成考验 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独尊地位 在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 在党内是否会受到挑战 仍然受到外界持续关注 香港亚洲周刊在新年专文中称 中共正面临十大挑战 中美贸易战恶化 经济下行 朝核失控引爆中美冲突 新疆民族问题 拆十字架和整顿地下教会引反弹 退伍军人抗议潮上升 劳工抗议潮上升 一带一路受挫 疫苗与食品安全问题 政治改革权力制衡和人权等问题 而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都在动摇着执政根基 同时在政治高压下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日趋紧缩的言论空间下 社会上援旧潜藏的不满情绪 是否可能经过一定的累积 借由单一事件而爆发 不但是中共的挑战 也正如习近平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说的 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政论家林宝华刊文说 中共已陷入无解的内外交困危机中 中国正面临着巨变 他说2019年中共正处在火山口上 经济下行加上美中贸易战 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极左路线可能引发内斗政变 扩张政策造成国际孤立 可能引发美中军事冲突 且造成中共政局动荡 经济学人中国主编麦杰斯撰文说 像往常一样 中共的审查机构将会删除任何 提到六四天安门镇压30周年的言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没有兴趣 恢复对于这起威胁政权事件的任何记忆 相较于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数大招风 他在国内的样子仿佛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他指出在习近平主导下 中国政府全面镇压公民社会 逮捕了许多律师 NGO工作者与维权人士 推翻其他专制政权的颜色革命 似乎让习近平很困扰 麦杰斯说 在这个充满历史回响的一年 习近平将不会放松他的掌控 相反 随着中美贸易战甚嚣沉上 他将加倍努力防止国内骚乱 他很清楚 中国的异己分子向来都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 来攻击当权者 正如1919年和1989年那样 因此中共将保持警惕 以免人民对美国的愤怒 转向习近平与党本身 麦杰斯可能是驻华时间最长的西方记者 其在中国的报道生涯长达近21年 2014年他告别记者生涯 升任经济学人杂志中国事务主编 调回伦敦总部 负责中国事务版的管理及社论 他曾肯定的说过 所有的西方记者 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中国中央委员会370位成员那里 获得任何情报 他觉得中央委员会保密性极强 滴水不漏 所以西方记者无法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何种争执 他说现在的状态比二三十年前还要差 因为从前还可以从报纸上找到一些政治争执的蛛丝马迹 或是从领导人贴身的智库获得提示 知道领导人的想法 现在这些智库要么消失了 要么就是和领导人的交流 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密了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